今早有黄慧资产管理董事林家琪 先跟我们分析市访 早上 林家琪 早上 你好 港股昨天发力在腾讯下的带领 不单是港股 昨天区内股市也是厉害 日本股市上也是收在1992年以来26年的高位 今早早段是回 甚至南韩股市是偏远 现在南韩股市倒升 因为日本股市的跌幅收窄 区内股市是强 但港股今早早就好像要休息一休息 怎看还有没有力气再冲上去 昨天已经见到 甚至前天都被大家说了不事 因为你见到 V型反弹 没错 你即日那么大力反弹 一定不是善男顺女 一定是还有一个多高的目标价 大家看着 昨天数字上 大家终于见到29,000 自从28,000点位置升穿后 大家应该将目标价再看高一点 所以真的有机会 这一转会到29,500至30,000点的大位 今年是否有机会见到历史高位 就未必会那么快 但在明年见到机会应该高 我想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说大环境的情况 其实美国加息的初期 其实股市反而是理好的 大家常常担心加息 是否会在市场上抽出资金 但同一时间加息是代表经济好 所以外围 甚至乎香港中国的经济 如果数据持续好的话 股市再创新高 机会应该有几个高下 而另一件事 在这一段时间 你见到我们港股 虽然不断上升 大家觉得有些指数股 好像腾讯那样 升到上天花板 都没机会回的 会不会升得过高 但在另一方面 你会见到一些重磅股份 其实指数股 耐银 甚至乎汇控 大家不太喜欢现在的中移动 其实他们也不是走得很快 股值仍然是便宜 假设经济转好 今年业绩已经开始有改善 明年的情况 进一步海线 机会应该比较高 所以恒指应该的目标价 不仅仅是2万9000和3万点 是 我们经常在这图 整个长方形出来 这个长方形看起来都很横 其实两次 包括刚才那只V型反弹 这一次大阴烛 都升穿了 接着这里本来是大阴烛 但两次都在28,100多 然后就突破这个长方形 是否刚才学历所说 即是已经胜负分明 即是牛赢红 明显 尤其是上次的阴烛 这样抽上去 大家当日是很害怕的 这两次大阴烛 如果不是 第一次大阴烛 大家都会害怕 而当日的大阴烛 隔两天 其实有个穿头破脚 所以走势是否真的落到27,000 大家当时是这样估计 但两次都过了这个关 下一转 真的要给28,000 就真的不太容易 所以这一转 无论是技术走势突破向上 甚至乎经济面 我相信两样东西配合之下 下一转 即是下一个支持位 应该会数29,000 不是一转 应该上到30,000点之后 29,000 又会有另一个支持 即是我们去到第二层 如果是技术形态 在一个长方形 我们量度它破了这个长方形 下一级就应该是 量度长方形的深度 就辐射上去 好了 指数当然是一个焦点 但今天 我想三分一人 在市场上 都是看着那只粤粤粤 为何这么说 现在港股大市的成交暂时 是170亿 单一粤粤粤的成交金额 是51亿 即是它潜了三分之一 今早暂时的股价 最高是见过99.6 价位一升到这个位置 沽盘就哭哭哭 现在刷下来97元 96、97元 开始就见到买盘又多了 现在早段也未知 究竟它会设定是什么水平 KK今早也有说过 现在不要高追 有货的是否真的走 有货 大家看着100元以下 全世界都说100元也沽 所以很多散户都愿意这段时间沽 如果说长线 当然不止100元 但你眼见100元 跌到90多元 甚至会否跌穿90元 如果这10元你不赚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等着沽 所以我觉得股价短期之内 仍有机会调整 未必需要很心急去高追 另外见过之前 重案你都会见到一件事 就是他们在稳定期之后 其实股价是有调整的 虽然中安和月明是两间不同公司 做的业务都不同 但会否这段时间也会复制 在稳定期之后 股价会有机会调整 让大家慢慢买 然后中长线继续持续 我觉得机会会较高 所以喜欢月明这只股贩 又或者觉得它有机会复制 例如腾讯 也不需要高追处 让股价回顺 现在的确是太贵了 今天是不能平均的 散户即是当初只是靠运气 你不借孖子 现在走入高成本去接了 散户大户的意向是怎样 真是不要估计 估来做甚麽 另外还要看腾讯 腾讯重要 昨天顶着大市 目标到最高口价 腰盘之后391元收市 昨天分析时 每个小时分析它 居然每个小时 都有些不同的新闻可以彈出来 又与特斯拉合作 又有新游戏 又说月明的招股结果 这会否有顶的味道 外资大行暂时未移动目标 但交银国际最新上调了 腾讯目标到430元 比大摩更加牛 下星期三派轨迹 现在要计数或看定部署要怎样做 现在去到390元 腾讯是否已反映市场预期 怎样都要休息 这股股是整个市场走势在身上 全部都是靠着恒讯 看下国指数走到多少 如果说昨天去到最高收 而成交那么大 反映出了几件事 资金面完全拥在腾讯身上 而其次大家对腾讯的前景 十分之替好 是否下星期派业绩之前 大家就要这么快计数 我觉得未必是 因为如果短炒的话 可能昨天都是一些 叫沽出的有利位置 因为很多时候都是有妈妈有儿子 当然是儿子就经贵一点 现在就涌入了他愿民身上 亦都看到腾讯是今日 也有个下跌在 而你说贵迹会否令到大家失望 我觉得就算贵迹令到大家失望 但是公司前景 大家仍然有很大的憧憬 这就未必会影响着腾讯的股价 就跌太多 而且它也有一个情况 跟刚才我们说的指数 就差不多 它也是突破了近期一个很闷的 长方形区间 如果你说都是突破了向上 那你说要它调整下来 深度会不会很深呢 我觉得就未必会 那极其量最深都是大约十天线 即是给到你三百六十元的位置 所以你说要计数的话 可以 但你也是以短炒去想 你只不过拼它下一次 在业绩前后 会否就是业绩已经反映了短期的因素 而令到股价下来十天线给你买过 你就拼这件事 我想长线就一定不止 就是四百元腾讯这个股价 因为现在都已经加多了一样东西 就是分拆概念 那么多的业务它可以分拆 接下来又说 QQ就是腾讯音乐都会分拆的话 应该陆续有利 我想这些消息会令到腾讯的股价 会更加走得高些 或者比之前那一段走得更加快 有一点我想提醒大家 上次王者荣耀说 防沉迷 官方已经有批评 他一早做了功夫 就被掩蓋 就是说一早做了 所以没事 但今次出了新游戏机 有文章说他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这个是重要的 为何呢 因为网易已经出面了势 就是他不谈 他的文章其实是谈网易 就是警告网易 要网易先行 那会否将网易先行 我提醒大家 网易做了先头部队 是的 如果这样 会否影响腾讯 我不知道 但我提醒大家 说一说 772现在100元 很厉害 比赵股价高了45元 比赵股价的幅度高了8成2元 可以做个录像阿里巴巴 还有一个要跟KK谈 腾讯要下星期才出季 领展是今天出的 大家是收息的 不望它是喷射式的股价 但股价表现也很好 对业绩有没有期望 业绩对股价有趋势力量 我觉得业绩对于它的趋势力量 不是以往看它的核心盈利 又或者收租的收入 如何增加 反而我会看它 究竟不会说 它们现在的物业价值 如何提高 因为领展自从改名之后 以前领会叫领展 为什么会改名呢 不是因为它想改名而改 因为它业务发展方向又不同了 现在市场上 都是在等待一件事 就是它如何去考虑 价格去出售它的业务 而令到它可能在短期方面 真的有些盈利 而这些钱又如何去发展 它来的业务呢 所以你只是计算息率 就绝对不吸引了 但你见过股价上升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现在领展他们做到一件事 就是去在短期之内 买一些商场 翻身后就真的可以在价值提高 立即可以卖卖给人 我想这是现在领展它的价值所在 所以业务 我不觉得有太大的憧憬 甚至乎你做得好 它都未必会自己估价 因为大家都估 你做得好 可能你会卖那些资产 价值得好 所以我认为金钻 会否提到出售资产情况是怎样 假设价值高 反而我觉得那部份 对股价影响会更加大 全民很多 他们内部推出 你一直都未认 但业务的时候 我可以交代一下 在美国息口上紧之制 在香港 现在来说 即是说商场 还有价值时 卖了它 就再聪明 我觉得它是聪明 今早就感谢KK 和我们这么仔细的分析